各位各位 明天就有點擦車 明天哪個車 平時的營客C 又是電動車 我不想吃電動車 你還是帶我牌 不然你明天幫我住車 那我被陪啊 又在我身上 我明天還有試我陪台車 我覺得我今天晚上應該會感冒 明天不能住車 就這樣 拜 好 歡迎收看8891的汽車單元 為什麼要買 我是代班主持人Robert 今天要為大家試駕的車款是賓士的EQC 它的定位是豪華中型SUV 不過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賓士第一台採用純電驅動的中型SUV 所以在台灣它主要的經驗對手 會是Jaguar的i-Pace 但是也因為電動車越來越夯 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定會非常想知道 到底賓士第一台電動SUV開起來會是什麼感覺 這個部分等大家醒來之後 就會一一跟大家解釋 在影片的最後面也會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跟大家分析 並且告訴大家三個值得買跟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 Cut 怎麼樣 OK吧 OK喔 可是這樣真的OK嗎 沒關係嘛 我們打都打啦 反正等下醒來之後它就會過來了 我們就先去集合點吧 因為等一下就過來了啦 因為沒那麼蠢吧 先過去囉 誰啊 頭怎麼那麼痛啊 我眼鏡啊 機程後 你們到底誰打我頭很痛耶 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啦 你現在口袋裡的錢都被我們拿光了 OK 你等一下就是兩個小時內把車開到水平坑 然後把架子感中入門 反正機器我們就是要罵你家好 如果你時間到還沒到的話 你今天口袋裡面前我們就衝鋒 那我們就去吃好料囉 就這樣阿板 欸欸欸 錢拿走就算了 連我的照片也拿走 收音 怎麼那麼慢啊 這什麼車啊 怎麼又是電動車 啊為什麼還是電動車 不過雖然是電動車 但至少這是傳統車廠做的電動車 我覺得開起來應該會比較有趣吧 路爛爛的 可是這開起來還是蠻舒服的 哦 這東西可以耶 沒有聲音耶 覺得還是小缺點 整體也懸吊 感覺跳得很好 好啦 既然有任務在身 我還是來講一下開起來怎麼樣好了 開起來怎麼樣 在駕駛視野的部分 我覺得做起來 整體來說跟GLC也是蠻接近的 尤其是它左軸車的A柱 都是比較粗壯的 所以它其實是會遮擋到我們的部分 很視野的 另外一點就是EQC它的坐著點 是比較低的 所以坐在這台車上 它比較沒有像我們做一般的休旅車 會有一個視野比較高 延伸感比較遠的感覺 不過因為坐高是可以調的嘛 那這部分你就依照自己的需求 去做設定就好了 那在煞車的設定方面 我覺得第一個它的自動力道是足夠的 而且它的回隔感也是夠扎實 但是它的煞車在使用上 跟我們一般傳統汽油車在使用的煞車 還是有一些特性上的不同 因為一般的汽油車 它是比較平衡物理結構的 整體的回隔感是比較線性的 也就是說當你踩多少煞車 它就給你多少自動力道 但是在這台車上呢 它會依照路況以及車況的不同 它會去回調你的煞車力道 也就是說 假設說我今天都一樣是踩三分之一的話 一般的汽油車它可能給你一個 我就是三分之一的自動力道 但是這台車你踩三分之一的時候 前段可能感覺空空 但是你如果持續踩在三分之一的話 它會逐漸加強你的自動力道 所以在使用的特性上 還是會有差別的 在乘坐輸出性的表現部分 我們一樣先講隔音 其實當你開這台車之後 你會發現 其實它整體的隔音效果 都是比一般的GLC來得更好 不只是說車式隔音 那當然底盤隔音其實也是不錯 只是說 因為這台車它是配備一個PT-9的跑胎 所以從底盤傳進來的噪音 尤其像現在路面它是比較多坑洞的 還是會稍微明顯一些 那在引擎的部分 因為它是電動車 所以它就沒有引擎的噪音 但是你仔細聽 還是可以聽到一點點 類似捷運加速的聲音 不過因為它的聲音並不是很大 所以我覺得並不影響你整體開起來的感受 那這台車在底盤的整體設定上面 我相信你只要一開這台車 馬上就可以感覺到說 它雖然車重算是蠻重 但是它重心感是比較低的 那當我們坐在前座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舒適歸舒適 但是它保有一定的路感 但是當你坐在後座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的路感更為輕微 整體來說是比前座更為舒適的 甚至我覺得坐在這台車的後座 有一點坐在E-Class後座的那種感覺 我認為就舒適度方面 它的呈現是蠻到位的 那這台車開起來到底怎麼樣 其實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 我本身是比較偏向汽油車款的 倒也不是說我多麼討厭電動車 而是因為我希望開車的時候 可以有更多跟車輛之間的連結 而不只是加速很快而已 比如說我需要聽到引擎的聲浪 我想要知道引擎牽引的力道 底盤目前在處理路面的狀況等等 這些都是我在開車的時候想要知道的事情 有些電動車真的還沒有做到這一點 不過我發現EQC它在設計上面 基本上還是照我們以前熟悉的汽油車架構來設計的 剛剛我講的那些東西 除了引擎的運轉聲浪 它現在因為改成電動馬道 所以是很小的以外 其實所有的東西在這台車上 一樣都可以感受得到 比如說我們要的操控 這台車它是有操控的 當你速度稍微快了一點之後 你會發現 這個底盤的沉著度一直都在告訴你 其實你可以放心 我撐得住 你可以稍微開快一點沒關係 我知道你的動力有400匹 但是我的底盤是撐得住的 另外一個面向 主要在於說 過去我常常會跟大家說 當你今天開一台電動車之後 尤其它的設定跟汽油車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你往往在開電動車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改變你既有的駕駛習慣 但是在EQC上面 其實你完全不用擔心改變駕駛習慣的問題 尤其像現在我們的電量是足夠的 這時候我根本不用管說 我會不會AWL目的地啊 然後我可以很盡情的去揮灑它的動力 並且去享受這台車底盤所帶來的樂趣 我覺得這次EQC跟其他電動車相當不同的一點 那也確實讓我對於電動車的想法 有了一些改觀 欸 它右邊 按右邊回中力道會變輕 按左邊回中力道會變重欸 嘿嘿 這樣開電動車也比較有樂趣一點 欸 前面快到水流坑喔 我要趕快去數回我的錢 然後找出來到底是誰打我 快熱了喔 嘿老婆 嘿 來了 喝一下要涼的啦 不要生氣 我一來就想罵人 那我簽欸 那你都錄完了嗎 我一定會還你的嘛 對不對 不要緊張 那你那個幹嘛 那照片呢 照片一樣錄完之後就還你 好不好 真的 認識那麼久我會騙你嗎 算了我自己找 自己找 那我自己找 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EQC的價格的話呢 可以上8891的網站 或者是APP上面有一鍵尋價的功能 那到時候會有業務跟你報價 那請大家不要忘記訂閱8891汽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謝謝大家 你找不到的啦 我都藏好了 藏在哪裡啊 找不到 內裝機能如何 那在車內機能的部分 大家去看啊 整體的內裝設計 其實跟GLC是相當接近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是它專門為EQC所做的設計 比如說 飾板的部分 在中控台 以及車門上的飾板 跟一般的GLC是不同的 另外就是冷氣的出風口 你看它灑用一個金色系的設計 那在功能性方面呢 其實也有為EQC專門做的設計 比如說儀表板的部分 如果說你選擇前衛模式的話呢 在這邊你可以直接看到說 你目前的電量以及攝影的旅程 那右邊這個儀表就是顯示 你現在馬達出力的程度 以及你現在的回充力道喔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台車上面它是有換檔撥片的 有些人會想說 它不是電動車嗎 為什麼需要換檔撥片呢 那是因為賓士把回充力道的調整 設計在換檔撥片上面 你透過換檔撥片 就可以調整你目前的回充力道 它總共有四段喔 第一段呢是D加 D加呢 當你收油門的時候 它不會有任何的回充力道 所以這時候開起來跟一般的汽油車 是最為接近的喔 那如果說你把它設置到低 它開始就會有回充力道 讓它設置到低減減的時候 它回充力道可以到75%以上喔 這時候你一收油門 它會產生一個相當大的頓挫感喔 那至於回充力道要怎麼設定呢 其實就是取決於說 你目前的剩餘里程是多少 假設說你的電量還很多的話 那我會建議大家用D加 因為它開起來最沒有負擔 跟我們一般的汽油車最為相近 那真的快沒電了 那你就犧牲一點乘坐舒適性 就使用D減減吧 另外在中控台這邊 這裡有一個GLC沒有的按鈕 你按下去之後呢 它會跳出一個EQ的介面 EQ的介面主要是讓你去搜尋充電站 或是做你的電源管理 那在充電管理的部分 我發現了一個跟其他電動車 比較不一樣的設定 也就是說你可以設定你的最大充電電流 它像它可以顯示最大 或是說8A 所以說你可以依據你家的線路設定 去選擇你要8A還是要最大 那在消耗量的部分 這邊你都可以觀察到它紀錄下來的數據 那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能量流 能量流這邊它除了可以顯示你的最大電量之外 當你在行駛的過程中 你也可以看到目前是前輪驅動 還是四輪驅動的狀態 那目前有沒有在回充電池 那這台車假設你不是在高負載 或是說在全力衝刺的情況下 它是採用前輪驅動的設定 基本上這樣還是比較省電一些的 至於這台車的其他像是車載系統 配備的設定 甚至是收納機能等等 你都可以在我們之前拍的GLC影片裡面找到 點進去之後裡面就會有更詳細的講解了 後座空間大嗎 我們現在坐在EQC的後座 其實當我坐在這個後座的時候 我會發現它整體坐起來的空間感 跟GLC其實都是相當接近的 那我剛剛也特別量了一下它的西部空間 量下來的數據是17.05公分 那跟我們之前量GLC的數據其實相差不大 我覺得基本上是在誤差的範圍之內 那這個座椅坐起來其實也跟GLC的座椅相當接近 因為不管是它的板型設計 然後泡棉的硬度甚至是椅背的角度等等 還有地板面的隆起 我覺得整體坐起來感覺跟GLC都是滿接近的 那來看配備 配備的部分後座一樣有空調出風口可以使用 那下面這裡有個12B的電源 不過它另外提供了兩個USB系的插座 那這台車它買完畢竟已經是300多萬了 所以在天窗的設計部分 因為它不是全景式的天窗 所以關於這一點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有點小失望喔 行李箱夠大嗎 我們現在要來看一下EQC的行李箱空間表現 那它的行李箱尾門是有腳踢感應開啟的功能 你再這樣一踢 尾門就會自動打開了 OK啦 打開之後呢 我發現它行李箱比GLC小一點耶 那大家先來 看起來還蠻OK的 然後我們可以發現 三個行李箱都放進去之後呢 你其實沒有辦法再放太多東西喔 但沒關係喔 它的後座椅背有電動傾倒的功能 你只要按下左兩邊 這個快速傾倒的按鍵 椅背就會自己打下去了 另外在行李箱裡面 還有兩個提帶掛鉤 跟一個12V電源可以使用 該買這台車嗎 總結之前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下一期的節目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就會是福特的酷感 那麼如果我們用一般消費者的觀點 來進行分析的話 到底在EQC上面會有哪三個值得買 跟哪三個需要考慮的理由呢 我們一樣先從優點開始 第一個優點 性能與操控表現亮眼 由於EQC它是純電動車 因此在性能部分呢 它有著相當亮眼的408匹馬力 搭配上四輪傳動系統之後呢 0-100公里的加速也只要5.1秒 就算你說它是實在運動型的SUV 其實也不為過 尤其當我們把EQC跟GLC 43做一個對比的時候 我們發現這輛車不只是性能旗鼓相當 該有的路感、底盤紮實度 在EQC上面其實也是做得相當的到位 甚至在EQC上面 因為它有著更低的重心 所以老實說它開起來的底盤性能感 是比GLC 43更令人放心的 老實說我覺得EQC在性能與駕駛樂趣的展現方面 都是相當亮眼的 第二個有點 行路質感出色 既然我們今天要花350萬去買一台 豪華品牌所出的純電修理 我相信大家對於它的行路質感 必定也會是有所期待的 而在一般消費者所在意的隔音 懸吊綠陣性等等方面呢 其實在EQC上面都有著相當不錯的表現 甚至在賓士傳統客群所在意的乘坐舒適度 其實也是相當到位的 如果說你真的很注重行路質感的話 在EQC上面其實你不用過於擔心 第三個一點 不需要擔心適應問題 雖然說特斯拉在市場上已經是賣得相當的不錯了 但是許多人之所以還沒有辦法接受電動車 第一個你買電動車必須要調整你自己的用車型態 再來呢電動車本身的設計跟燃油車還是有許多不同之處 有些人會說電動車開起來是沒有駕駛樂趣 有些人會說電動車的動輪回充設計其實它很不能適應 前面我們講過 結果EQC本身的駕駛樂趣其實已經是相當的不錯 但是它為了讓駕駛能夠更快的適應車輛 特別把動輪回充機制的調整 設定在方向盤的換檔撥片上面 甚至在你電量充足的情況下 還可以完全關閉動輪回充系統 所以它開起來跟一般的燃油車 基本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就算你沒有開過電動車 在適應上我相信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麼需要考慮的理由又有哪些呢? 第一個理由 勢必會改變你的生活型態 正如我們之前測電動車時說過 買電動車的時候 性能、操控、空間、舒適等等 其實都已經是次要考量 真正你必須要審慎考慮 是當你買了電動車之後 你必須要去調整你的生活型態 因為電動車畢竟不像燃油車一樣 最多10分鐘你就可以加燃油再出發 出外充電不變 在電動車上面還是一個難以克服的弱點 第二個理由 住家能否安裝充電裝 既然我們今天要選擇一台電動車 那麼家裡能不能夠裝充電裝 我想也是許多人考量吃的重要因素 為什麼呢?因為像EQC 它不像特斯拉有超充站可以使用 就算讓你找到為數不多的DC快充站 至少也是要4-5個小時 你才有辦法把電量充到80%以上 所以如果你的家裡不能裝充電裝的話 那麼用起車還是會防手防腳的 以上重點分析都跟大家說了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8891汽車 小鈴鐺也要記得打開喔 我們下次見